文章来源世界 谁也没料到 比起亲儿子文心一言 曾数次传出要被放弃的无人驾驶 为低迷许久的百度股价 带来了近期内的最大幅度上涨 7月10日 百度港股盘中一度涨超12.57% 最终收盘上涨10.14% 市值一天涨了254亿港元至2759亿港元 成交额更达31.38亿港元 是7月9日4.26亿港元成交额的近8倍 这波利好是百度的罗伯快跑带来的 作为百度的自动驾驶服务平台 罗伯快跑已于11个城市开放了载人测试运营 并在北京、武汉、重庆、深圳、上海 开展了全无人自动驾驶测试 近日 随着罗伯快跑陆续在武汉增加车辆投放 价格又难以置信的便宜 这些让市民们兴奋体验 也让许多网约车司机陷入了将被无人车夺去工作的担忧 热议之下 罗伯快跑最近一度冲上了微博热搜第一 国泰军安更在研报中指出 罗伯快跑有望实现无人驾驶网约车商业盈利 利好刺激下 无人驾驶板块先涨为敬 7月10日 板块指数大涨近3% 天籁科技开盘21%涨停 凯中精密连续第三日涨停 近12个交易日7度涨停 汉兴科技 千方科技等近20股涨停 或涨超10% 无人驾驶这一次是真要来了吗 一 比公交还便宜 自动驾驶出租车 在业内也被称为Robot Taxi 6月底的一个下午 在武汉工作的雪末尝试了一把萝卜快跑 Robot Taxi的体验让它兴奋又新奇 驾驶座上没有安全源 只有方向盘进行自动操作 从使用地图软件后台约车 等待无人车驶来 输入手机号后 四位开门 上车确认行程开始 它花费了不到5分钟 整个过程丝滑而省钱 不到10公里的路程 最后叠加红包 结算付了4.99元 而根据平台预估 同样路程在武汉的网约车 计价费用为20元左右 当雪末把自己的省钱精力 迫上社交媒体时 才发现 萝卜快跑早已火爆了一段时间 有人在约两公里的行程中 仅花费1.99元 达到了萝卜快跑 乘坐环境舒适 空间大 有人则分享到 平时10元左右的费用 达到萝卜快跑 只花了1.55元 比坐公交还便宜 据统计 在武汉搭乘萝卜快跑 10公里的路程车费 只有4元至16元 普通网约车 为18元至30元 不少人因此回想了 网约车大战时 实现打车自由的感觉 除了便宜 在武汉这个 以司机脾气火爆 驾驶标悍文明的城市里 萝卜快跑 还意味着为用户 提供了更温和的选择 在武汉工作的王科西 对世界分享到 武汉司机群体 被戏称为全员恶人 不理让行人名声在外 我在这里几年打车的体验 都不能说满意 不过此前几年 萝卜快跑 主要在武汉郊区市运营 得知今年萝卜快跑 将实现全程运营后 它迅速下载 安装了APP 除了登上微博热搜 截至7月10日晚间 小红书上 萝卜快跑的词条 已经有了 1466万字的浏览量 除了讨论和分享 事成体验 甚至有人脑洞大开 开始思索 我能买一台萝卜快跑吗 上下班时负责接送我 平时负责赚钱养我 实际上从2019年开始 萝卜快跑 就已陆续在长沙 苍州 北京 上海等多地 开放载人测试运营服 从时间线看 萝卜快跑 与武汉的结缘 并不算早 但武汉本次出圈的一大原因 在于萝卜快跑的商业化尝试 在这座城市最显成效 2022年9月 重庆与武汉双城 在国内率先发布了 自动驾驶全无人商业化试点政策 彼时 百度在双城 均获得了首批运营资格 而萝卜快跑在武汉的军山新城 开始了试运营 最初运营面积只有13平方公里 两年后 萝卜快跑在武汉 全面突开 据湖北发布官方信息 如今武汉市无人订单量 迎来了爆发式增长 单日单车峰值超20单 已可与出租车司机订单情况 达到同一水平 4月16日 在深圳举办的百度AI开发者大会上 百度创始人李彦宏表示 萝卜快跑覆盖了武汉3000多平方公里 和770万人口 拥有全球范围最大的自动驾驶运区域 据百度2024年一季度财报显示 截至2024年一季度 萝卜快跑全国累计向公众提供乘车服务600万次 其中武汉全无人驾驶订单比例已超55% 并在4月份继续上升至70% 预计未来几个季度将快速上升至100% 在财报电话会上 李彦宏透露 不久的将来 萝卜快跑将率先在武汉区域内实现收支平衡 二条萝卜会抢走司机饭碗 万千市民的好奇和事成为萝卜快跑带来了莫大声量 也让无人驾驶开始直面质疑和非议 从驾驶体验看 对于萝卜快跑的吐槽 主要集中于行驶慢 过于保守等级点 武汉市民甚至直接称呼萝卜快跑为 萨萝卜 萨 傻 憨 武汉方言 据一位匿名小红书用户晒出的约车订单 由于便宜 环境清爽等原因 在过去约两年的时间里 他共计乘坐了205单萝卜快跑 但他也强调 因为行驶较慢赶时间的时候 需要顺路接人的时候 不会打萝卜 他还遇到过当机 导致整个车直接停住的情况 需要安全员远程介入操作 过十分钟左右才恢复运行 2022年 于北京试乘过萝卜快跑的乘客蓝威 则向世界回忆 在行驶过程中 前方路面飘来了一只黑色塑料袋 真人司机会选择直接开过去 但萝卜明显把它判断成了障碍物 选择减速停车等塑料袋飘走 过于保守的行车习惯 有时也会造成交通秩序的混乱 据一名私家车司机分享 萝卜频繁减速 停车的驾驶习惯 很容易造成交通拥堵 早晚高峰如果跟在它后面 就别想快速通过了 即便已经过度谨慎 在面对突发情况时 萝卜快跑仍有可能反应不及时 7月7日 一台萝卜快跑在武汉街头 与行人相撞事件登上了热搜 虽然百度官方解释 该事故为萝卜快跑 与一名闯红灯行人发生轻微接触 仍引起了不少人 对无人车安全性能的担忧 在技术安全性 产品体验愉美愉度 市场渗透率提升的多方权衡之下 条萝卜不容易在短时间内迅速转变 在上海一家车轨级半导体企业工作的 王浩然认为 在汽车行业 每一个零部件 新技术的引入 都要经历数月甚至数年的验证 但凡一个激进选择导致的偶发错误 理论上我们都必须完成归因和溯源 所以卡好安全尺度更加重要 同时 无人出租车对网约车司机生存空间的挤压问题 也已经引起了社会关注 百度曾表示 开发无人车的目标是让每一代产品的成本下降一半 能力提升十倍 而等到无人车 网络建设完成后 营运成本将降低百分之三十 服务成本也将降低百分之八十 面对这样可以24小时工作 价格低廉的无人车 据社交媒体显示 有不少司机开始担心自己的饭碗要被夺走 以向有关部门表达不满 凡此种种 虽然萝卜快跑被热烈讨论 但百度近期的反应较为低调 网传今年五月 罗伯快跑一次性在武汉 投放了千辆无人驾驶出租车 对于这个数字 百度表示不实 武汉交通运输局则对外回应称 不是一千辆 投放的是四百多辆 不过可以预见的是 在政策扶持下 无人驾驶车辆将在路上出现得更加频繁 近日 北京市精信局 已就北京市自动驾驶汽车条例 征求意见稿 对外征求意见 其中写道 计划支持自动驾驶汽车 用于城市公共电汽车客运 出租汽车客运 网约车 汽车租赁等城市出行服务 而在7月4日举办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上海发放的首批无驾驶人 智能网联汽车 采计划应用计划 获证企业包括上级集团旗下的赛可智能 百度 Botox安图 小马一行等公司 同时 长沙近日也宣布 计划于2026年 城区将全面开放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 单向测试道路总里程达1050公里 三 百度的十年新病 在政策红利支持下 最近的无人驾驶赛道变得热闹非凡 不过百度股价飞涨的同时 罗博快跑的对手们也以悉数赶到战场 7月10日 如其出行宣布在港交所上市 这家公司由广汽和腾讯联合创立 小马智行是其战略股东 据招股书显示 如其出行预计Robotex C将于2026年左右 实现大规模商业化 Robotex C的单公里成本将低于有人驾驶网约车服务 而小马智行在上海获批示范应用许可后 上海市民不久后或许也有望坐上无人网约车 据悉 小马智行的服务目前已覆盖了浦东205公里路线 滴滴作为重量级玩家也已坐上排桌 今年4月 滴滴宣布与广西爱安共同成立安迪科技 计划于2025年 推出首款商业化L4车型并量产 届时向市场分批投放万辆级无人出租车 此外 Autox安图 圆荣启行 文远之行 青州制航 Moment AI等企业也已经在赛道中聚齐 各家军持有自动驾驶测试牌照 虽然竟对云集 但无人驾驶终于火爆起来 李彦宏或许也解了一块预计10年的心病 2013年 百度江湖地位上风生水起之际 李彦宏便着手布局自动驾驶项目 2015年 百度正式成立了L4事业部 到2021年 百度研发已从年均100亿元 预升到了200亿元以上 百度的自动驾驶推出了不少项目 却都难以打破商业化落地难题 2018年 百度与仪器红旗 联合推出中国首款L4级自动驾驶乘用车 2021年 百度发布了号称L5级别的Apollo汽车机器人 2022年 百度发布第六代量产无人车Apollo RT6 号称技术落地 强跑特斯拉 但强劲的技术之下 百度自动驾驶始终难逃较好不叫做的怪圈 2018年 在百度AI开发者大会上 阿波隆无人驾驶80辆项 李彦宏表示 该车将陆续在北京 雄安 武汉 重庆等地落地 几年后 由于造价过高 阿波隆已逐渐没了水花 接下来几年 借着电动车崛起的东风 百度右先后与宝马 长城 北汽 江淮等车企达成合作 但随着车企自驾竞争日趋白热化 各家纷纷自研系统 百度的自驾落地困难重重 2021年 不死心的百度 干脆宣布自己造车 极度汽车随之上线 回头看来 极度更像是百度秀自驾肌肉的营销产品 2022年 随着工信部对造车代工方提出了更严格要求 没有生产资质的极度汽车 无法直接委托极力代工 极度也随之变得低调了起来 2023年8月 百度孤注一掷 选择以极力的技术方案提供方身份挤上台桌 极度也因此更名为极越汽车 但数据显示 上市以来 极越01总销量不足2000辆 2023年11月 百度智能驾驶事业群组 IDG核心成员李振宇卸任 由王云鹏接任 同时 媒体爆出当年 IDG已有四位核心业务负责人离职 这都指向了 智能驾驶面临着严峻的商业化挑战 同期 百度的攻坚重点 也转向了大模型 2024年4月 外界对百度自动驾驶的关注重点 一度转移到了 李彦宏还能给制驾多少耐心 但随着近日股价一飞冲天 百度十余年的布局 似乎终于等到了后积勃发的一天 据百度自动驾驶业务部总经理 陈卓向媒体透露 到2024年年初 随着时空覆盖和运营效率的大幅提升 罗伯快跑的营收增长了9倍 亏损减少了一半多 而百度的目标是 到2024年年底 罗伯快跑在武汉实现收支平衡 并在2025年全面进入盈利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positionedaji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